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用了吧 这么晚了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那明天一起看个电影吧 最近这周都没有时间了 都有加班 那也太遗憾了 我好不容易遇上一个第一眼看着就特别喜欢的女孩 谢谢你对我亲和力的肯定 我们下次有机会再约吧 我是认真的 走女朋友吧 这样会不会太突然了 我会觉得 我们并不了解对方 没事 以后在一起多的是时间了解嘛 陈先生 我并没有那个意思 请你放尊重一点 调子还蛮高的嘛 都一把年纪了 还这么挑挑剪剪什么 要不是长得还凑合 工作方面还算体面 还有你阿姨各种求我过来相亲 你以为我真的愿意做这个接盘侠吗 我小姨可能是误会我的意思吧 我根本就没有相亲的想法 我看你也没有做接盘侠的想法吧 有女朋友了还来参加相亲 我看你是想开后宫吧 你 不是吗 在吃饭的时候就把手机扣在桌面上 怕被我撇到信息内容 电话来了 我不敢接 又是骚扰电话 按道理来说 你们做外貌行业的 电话这么多 不是特殊情况不可能不接电话 你是怕被我发现什么吧 往深处想 可能对方 连你的女友都不是 只是你的备胎之一吧 情感咨询师就是不一样啊 肯定越南人无数吧 就不用在我这儿装清纯了 过来 你干什么 你放开 你 你 你谁啊 赶紧过来 不然我报警 没事吧 没什么大问题 谢谢了 刚才是谁啊 不熟的一个老乡 以后不会再来往了 不熟你还跟他吃饭吃到这么晚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散个步散到附近了 你不用想太多 都被人当温神似的躲了 我没那么没眼色 那我先上去了 你要去医院吧 我送你 不用了 回家冰敷一下就好了 再见 再见 谢谢 你这样走到家 脚都废了 没什么 叫我 参加 我会见到几位 我就好 我会说